世博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嗅觉灵敏的温州企业瞄准商机早早出手 已经揽入了数亿元订单 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边海园区 郑康实业的车间里 正热火朝天赶工的是公司为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及排水工程 提供的不锈钢管件 老总黄建聪说 目前整个工程已经完成了70% 第一个中国馆 应该我们从整个完成来说的话 应该是200多万 其他的一些产馆 它随着我们中国馆的一个成功 它可能会也会去推广 郑康生产的不锈钢管件 拥有自己的连接专利技术 公司投资800多万元 历经三年时间所攻克的这项技术 节省了40%的原材料 产品在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的同时 在安装简易 使用安全和价格上更具优势 而且在奥运会鸟巢 北京商务部等多个项目中备受好评 正因为对自己的产品底气十足 黄建聪在2007年就描上了 世博会这个大项目 并通过上海的设计公司 向组委会进行推荐 在接受多次实地考核后 顺利拿下了中国馆的订单 同郑康一样